大家好 欢迎回到时代光华管理课程 第二就是我们看看金屋长焦怎么样制造对抗 金屋长焦的话 四次广告打败了花花公子 这个是文化产业的 金屋长焦在国际上它的营销地位 当时在英国 特别是在英国 它是第一品牌 但是花花公子在美国是第一品牌 金屋长焦一开始在欧洲发行量非常大 基本上在欧洲这个地方 是远远超过花花公子的 但是在美国没人看金屋长焦 大部分在看花花公子 现在即便是花花公子在中国 知名度也非常高 它是一个四星杂志 金屋长焦的制造对抗 它实际上是一对一对抗 单对单对抗 单对单对抗 选择业内最厉害的企业 这种的好处有这么几个点 第一个是快速让自己成为该行业的关注点 你就是商业的关注点 甚至是第二品牌 你看金屋长焦我马上又要讲 它第一次广告的时候 我就已经做到了什么 美国第二销售量的这么一个杂志排名 以下做到第二 是第一 让自己的话就是快速成为行业焦点 以下成为第二品牌 第二如果对方反馈 对自己的品牌是什么 是一种炒作 所以好多好多的就是被挑战的企业 一般都选择什么 沉默寡言 不动 你说了他也不动 一般可能就是好多企业 采取这种方法 不动 如果他动了 对自己也是一种炒作 好多媒体就会关注了 你想过没有 大企业的行为 大企业的行为 一般来说 在新闻上的价值也非常高 比如张润铭 他要宣布一个政策 我相信 全国人 全国的媒体都会关注 为什么 他是新闻焦点 大企业恰恰都能代表什么 能代表一个时刻的市场的走向 他是什么 他是市场的代表 我刚才说不意见领袖吗 他是市场的意见领袖 大企业只要对你反馈了 对你来说也是一种炒作 借着炒作 借势在进一步运作 他一下子把企业又抬起来了 如果对方不反馈 恰恰说明了什么问题 我们被挑战的企业 已经认同了我们自己企业的优点 我们就通过竞争了吗 我们就胜利了 一下就超越了竞争 就超越它了 所以说我就说 一对一对抗 自高对抗 有这么好的 这么几个好处 我们也看花花公子 花花公子是世界上 最著名的成人色情杂志 美国的 发行量的话几百万次 在英国的杂志上 是金无常教 在欧洲发行量 是花花公子的三倍 但是欧洲以外没有名气 背景是这样子 我们再看看 就是按照怎么做 怎么对抗 打开美国市场方法 五次广告 五次广告 实际上四次广告 就已经全部胜利了 第一次广告 1969年6月的某一天 美国各大报纸 同时出现了一幅巨大的 广告 平面媒体广告 名字是 我们在再打兔子 我们在再打兔子 这么一个广告 广告构图 是一只雷福枪 瞄准器 瞄准一只 白菜的兔子 广告文底下这么说的 我们在英国和法国的发行量 超过他们两倍 是他们三倍 现在猎场转移到兔子后院了 我们的美国版 将于8月12号面试 这里面他打了这么一个广告 这里面广告的话 他实际上说明几个点 第一就是什么呢 打兔子 直接喊出来这个口号 我们要直接对抗花花公子 他在美国最大的吗 我要对抗他 这第一个感觉就是 让社长的感觉 这个什么 这个金屋长腰肯定有大动作 肯定非常牛 这是第一 第二就是呢 强调我们的就是筹码 为什么敢跟他干 因为我们在法国 英国 法国 是他们的两倍 在美国可能临时处于弱势 临时处于这十字弱势 这是第二 第三就是这里面还有一个概念 我们把打兔子的地点放到后院 说明什么意思 我们现在所有的精力 集中在一起 突破美国市场 从现在开始 在美国大赶一把 实际上这一篇广告 就说了这三个点 结果的话 实际上市场上的互动 一个点在哪里 我就要看看 你金屋长腰到底有多牛 你哪个地方 它是你的核心竞争力 你为什么可以赶出来 和花花公子对抗 我就要看看 你的卖点在哪里 你好在哪里 你究竟好在哪里 我要揭开这个神秘的面纱 一篇广告语以后 怎么办 8月12号 第一期卖出多少 23万5千册 做上了仅次与花花公子的第二把交易 最一句广告语 第一句广告语 让金屋长焦 做上了什么 美国的 就是这种色情杂志 第二个品牌销量 这个位置 这是第一次广告 第二次广告 谁是扔到兔子 谁扔到兔子 它主题是这样子 画里是一个 花花公子的那个 看灰 还是个兔子 花花公子的一个标志 又是兔子 下面有个文字写这句话 兔子谁属 非金屋长腰莫属 结果的话 这里面 他为什么这么说呢 第一句话 他不说 现在打得怎么样呢 我们给这个 这个谁啊 交点 给这个花公子 我们金屋长腰莫属 现在竞争到什么层次了呢 他不说 谁扔到兔子 这句话 一下把这个主题带过来了 所有的消费者都在看 兔子现在肯定生气了 说明什么问题 碰到强劲的对手了 肯定是在哪个地方 干不过人家 越是这么一怀疑 一下子坏了 更要买他的可以收看 这看来花花公子 那个金屋长腰莫属 看来 真是挺牛奶 我就要买 看看他牛在哪里 他真是挺牛奶 然后的话 就是好多一批消费者 以前买这个花公子的 同时也在买金屋长腰莫属 为什么 你们俩不在干吗 我们俩也在对比 我们也在跟你俩对比一下 做个评判 我没看 谁都回来 谁能赢 你没干 我在对方加油 我来看哈哈笑 消费者是这种心态 要是这么搞的话 什么 金屋长腰莫属的这种销量 还越是提升越快 第二次广告 第三次广告 广告词的这句话 看到金屋长腰莫 在美国的风行 兔子的痛苦和我们的喜悦 都是难以言表的 这句话 你看这就 他这个核心点在哪里 现在就是什么 金屋长腰莫通过两次对抗以后 已经少量很大了 兔子感到无奈了 想过没有 当遭受挫折的时候 一般人体现出什么表情 痛苦的表情 说明什么问题 说明兔子 花花公子 已经受到挫折了 说明金屋长腰莫 确实干得很厉害 受到挫折了 结果的话 下面人就说了 赶快听说 就开始口碑就传播了 听说金屋长腰 现在把花花公子打得不行 赶快看看吧 花花公子骗起淋伤 你看报纸上的表情 都在痛苦 都在哭泣 这么一说 一下就形成一个对比 兔子的痛苦和我们的喜悦 同时的话 金屋长腰莫是喜悦的 结果的话 这个广告语出来以后 好多人啊 消费者 这时候就已经开始什么 纷纷抛弃了谁啊 抛弃了兔子 购买了谁啊 金屋长腰了 为什么 金屋长腰肯定比兔子要好 这是第三次广告 第四次广告 他画了这么一个图 兔子竟然也在读什么 金屋长腰 这个可以绝妙之处在哪里 说明我们这个 打仗打到哪里去了 打到这个老巢去了 以前说 我们下棋的时候 将军 你下棋什么 把你的将逮住 你什么都完了 对不对 他现在就是金屋长腰 做到什么地步呢 做到后来的话 把我们的这个产品 卖到哪里去了 卖到他老巢里去了 就是兔子的一些员工 也在看金屋长腰 在什么 向金屋长腰学习 他这么一说的话 你看怎么办 本来的话 经理的画工资 做也非常好了 现在我们要向他学习 那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话 金屋长腰更好 你看 兔子也在读金屋长腰 广告标题是这么一句话 金屋长腰真让人羡慕 这是什么 兔子的员工说的一句话 金屋长腰太好了 虽然金屋长腰太好了 这么一说出去以后 你看 所有的市场消费者 基本上 以前知道花工的这些 所有的市场消费者 可能这时候对于谁 金屋长腰就开始 寡目相看了 就开始购买他的产品了 你看 75年4月 金屋长腰 第一次在美国加拿大的发行量 超过了花花工资 1975年到1969年 五年的时间 四次广告 花花工资在美国 打开市场 超越了花花工资 这是世界上的一个奇迹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什么 最高竞争的是什么 魅力所在 第五次广告 最后一次广告呢 第二年 就是1976年 金屋长腰的话 又搬出了那幅广告语 再下面加上一句话 碰 我们打中了 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最终的话 胜利是属于谁的 金屋长腰的 整共四次广告 解决了问题 由于花花工资没有及时反馈 这个过程的话 就是花花工资没有及时反馈 等于认同了谁啊 金屋长腰的优点 等他反馈过来的时候 金屋长腰已经登上了第一的宝座 花花工资已经什么 落入第二了 已经败了 金屋长腰快速超越了他 成为第一品牌 这就是什么 我刚才说 这就是单对单对抗的什么 奇迹 好多中国的企业 不会采取这种方法 学诽谤 诽谤绝对是错误的 你不能诽谤 你也不能去谩骂 扣水战的话 你只能在私下里面 媒体不在的时候 你过过瘾 但是真正走向市场 你这种 单对单对最高性能 金属对抗这种方法 一定要讲求策略 第一个就是 你要规避法律法规 这一块在法律法规 允许的情况下你去做 第二个 你说抓到这么几个点 你一定要让金属对手 因为我们的强势比他弱势 即便是金属对手没有强势 那我们怎么进攻他 干脆 我们什么 分解他 怎么分解 比如说我们的金属对手 他有很强大的一个 一个社长网络体系 我把你的网络体系 给你分解掉 我直接进攻谁 我直接进攻你的消费者 实际上 我们讲的金属藏娇 进攻的一个花花公子 他的首先的方法 还是什么 通过广告的方式 直接进攻还是消费者 通过瓦解你的什么 你的组织体系 实现对你的什么 竞争 后来实现了超越 所以这种方法 是一种迂回事的 因为那个花花公子 怎么跟他回复 他没办法回击他 说你好吧 说你好 那你承认他了 说你坏吧 你太敏感 你太敏感 他不好动 你不动的话 稍微一不注意 一下子时间过去了 一下子人家跑在前面 所以说 等他发现 自己的这种阵营 已经被瓦解的时候 花花公子 上去的斗志 算了 你第一就第一吧 我就做老二了 所以结果的话 就是什么 四次广告打开市场 这是技巧性竞争的第二个策略 当太阳升起的时候 让我们共同携手 共创成功 时代光华 我们看看第三个策略 不营销策略 不营销策略 第一个 广告运动 叫绿色营销 这个什么意思呢 我刚才说了 我今天上午提了这么几个点 既然广告效果 比以前降低了什么 降低了一万倍 那广告要打不打 要打 怎么打 广告运动 不是广告传播了 绿色营销什么意思 绿色营销就是 自然被市场消费者 心理接受的这种方法 叫绿色营销 不要硬推 硬推的话 越推 推越紧的话 人家越反感 那就是说 我们推上绿色营销 在他自然心理状态下 接受你的产品 这是第一 第二个就是 瞎子点灯 啥子精神 那么要啥子精神呢 你就说你傻 傻是不是做市场不好用 人家都非常聪明 不是你错掉了 那我告诉你 为什么要瞎子点灯精神 打个比方 一个瞎子 他点灯走在大街上的话 那好多人会不会嘲笑他 这个瞎子有问题 我认为恰恰不会 为什么 第一个 他点灯让别人看到他 他是瞎子 别人不会撞他 一看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盲人 我都不信你这么坏 你去撞他吗 他照亮自己的灯石 还方便别人走路 一看 我不会撞到你 这第一个 方便自己 第二个方便自己 怎么方便呢 如果说让人家跟他领路 好了有个朋友 把我领路领过去 他可以什么 他用灯 照亮这个道路 人家帮他领路的人 也好走 同时也是在方便自己 所以我说瞎子点灯精神 啥子精神 是一种奉献精神 你奉献的越彻底 你在社长上 社长竞争上 你会赢得越多 我们来看看 这个不营销测课 究竟是什么东西 第一个 用不营销的方法 达到营销的目的 实现对竞争对手的超越 不营销 有时是采用 自然营销的法则 顺着消费者的心态感觉 达到营销的目的 这就是我们提出的 不营销策略 比如说 我们打这么一个比方 什么叫不营销 什么叫绿色营销 乔家大院 当时湖门 到乔家大院转了一圈 回来以后 想到一个概念 说三西的竞争精神 没有被很好的发挥出来 而乔家大院在这个地方 是三西竞争精神 精神是什么 精神 精神能呼化成一个景观 这是很了不得的 一般没有 但乔家大院的历史 非常有点什么 有种神秘感 那这个三西当时 全国的首富 乔治庸 全国的话可以说 很多人都知道他 但是今天 如果不播出乔家大院 很少人知道乔治庸 恰恰是乔治庸 把竞争精神 推到了一个高潮 回来以后 后面想到了 既然现在推这个 推这个竞争精神 我为什么不从乔治庸 身上着手呢 从乔治庸身上着手的话 我只是找一个点就行了 怎么把这个人物 深圳的北线出来 就一个概念 就是乔家大院 兴摘历史 找这么一个概念 他拍了一部电视剧 然后乔家大院 披上了影片的外衣 走疯全国 乔家大院的影 社效应 出去以后 影音声 专家电视台 黄金时间段 播出 增合一套 结果的话 他的旅游人 有多大 你看 以前全年旅游人 说不到十万 后来播出去以后 第一年 那个五一长假 七天的时间 就超过了多少 超过了三十万 超过三十万 光营销 光旅游人说这一块 其他消费我们就不看 光卖票这一块 就翻了几倍 这只是一个五一长假 那全年的旅游人说的话 我估计可能要突破八十万 靠近一百万 光旅游这一块 就翻了十倍 小十倍 所以这一块就是 学家大院 为什么会这么走红 它实际上采取的是什么 也是一种什么 绿色营销方法 在顾客 新场影片的腾时 在这些学家大院 这个东西 没有设访人腾时 一下子 一下子什么 接受了学家大院 所有的什么 历史串奇故事 接受了所有的 他的文化体系 对学家大院 有一种什么 向往感 它实际上这里面的话 它的成功点 实际上就有两个词 第一个词是什么 先播出去 第二个词呢 是涌过来 播出去怎么播 先把学家大院 真实的故事 变成影片故事 然后的话 帮助学家大院 进行了什么 一次广告运动 我刚才说的 就叫广告运动 不一定非要打广告 广告打不打 这种方法也是打了 他播电视剧 再帮谁打广告 再帮乔家大院打广告 先把这个真实的故事 变成影片故事 好了 大家在观赏 这个影片故事的腾时呢 自然形成了什么 向往 对乔治永远向往 对乔家大院向往 然后再把影片故事 转变成真实的故事 这是谁 这是消费者 旅游人群 这个观看者 他的一个心态了 这个东西 它是影片故事 那我就验证它 是不是是这样的东西 我就要到现场看一看究竟 结果的话发生了什么 发生了体验之旅 验证之旅 这么一个旅游潮流 全国的好多消费者 都源源不断的 影响什么 乔家大院 结果的话 一个影片故事 为乔家大院 做了一次大型的广告愚嫩 这也就是我们提出来的 绿色影响 绿色影响 乔家大院成功了吗 他旅游人数现在很多了 这是第一个案子 你看乔家大院 第二个案子就是河南 新政 河南新政有一个皇帝文化城 皇帝 华夏之族 河南新政每年 可以做一次河南祭祖 全球轰动 他祭祖 每年祭一次祖 他就养一次名 他一祭祖的话 海内外好多名人都来了 成功的华人 成功的华侨 美国的 亚洲的 非洲的都来了 目的是什么 寻根 他实际上是一支寻根之旅 通过祭祖大典 我们搞什么 他们搞什么 搞这个广告运动 把所有的媒体全部来了 然后呢 得祭祖大典进行播出 但是不仅仅是播出什么 祭祖大典 他要播出什么 他要播出皇帝文化 这个文化体系 文化体系怎么展现 好了 把皇帝文化城 这个东西介绍出去了 让大家了解新政 了解皇帝文化城 了解皇帝当时的生活习惯 了解当时的建筑风情 一下子 皇帝文化城出去了 对世界形成一种旅游向往 结果的话 后来到中国来祭祖 曾经祭祖这些华人 还有两个目的 第一个目的呢 确实就为了祭祖 寻根嘛 多少年在国外了 我到现在已经很成功了 到中国来的话 落叶归根 看一看 第二个是什么 就是为了旅游 我就要看看河南的新政 皇帝文化城 皇帝当时是怎么去进行生活的 怎么进行什么 斗争抗难的 怎么保护自己部落的 他这个找到皇帝 这个感觉是什么感觉 什么感觉 就是想把自己成功这一部分感觉 献给自己的祖先 他应该验证自己 是华夏子孙 他是成功的华夏子孙 找到什么 找到心里的一种归宿感 结果这么一打 这么每年这个季度大典 一拨出去 形成一次强大了什么 广告运动 所以现在每年一次的 河南季度大典 已经有什么 上百万的就是河南的华人 纷纷到这个河南 新政 寻求什么 寻求什么 归根之旅 结果后来他的旅游人说 急速膨胀 这我就说 不营销策略 广告运动 绿色营销 在大家没有设计的时候 然后就是顺其次然 接受你的一切 接受你的产品 但是怎么样让大家不设计 首先你要有个核心点 就是你的广告运动的主题 一定是公益的 一定是正派的 正向的 而且是符合道义和市场伦理道德的 很多企业不是这样的 做广告运动 做一个活动 招商活动 大规模的产品新闻发布会 没人去 没人听没人看 每天看太多了 记不住 干脆就一脚踢出去 不问了 那现在怎么办呢 他在告诉别人 我在做一件好事 比如说 乔家大院 他踢出来一个什么 他踢出来是 技艺上文化的一个核心精髓 就是什么 诚信两字 诚信两字 像河南季度大典的话 他踢出一个什么概念呢 就是 华夏贡主 炎黄子孙 炎黄子孙 能腾华夏 他实际上是一个概念 就是什么 做公益活动 你做公益活动 同时把自己的企业文化 企业信息 产品信息 跟植到这个活动里面去 一下子 特样市场 客户在接受 这个公益活动信息的 同时 也接受你的产品 同时 不但不排斥你的产品 反而对你的产品 更加认同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绿色影响 通过这种方法的话 顾客 直接会购买你的产品 技能对手 根本没办法和你竞争 没办法竞争 因为你是 你顾客的是谁 你顾客的是消费者的心理 顾客的心态 为靶子 这就是技巧 新技能策略三 不影响策略 我们看看 第二个 瞎子点真精神 啥子精神 啥子精神是什么 先奉献后回收 我们提出来 贡献的越彻底 回收越大 好多企业是不少地花钱 做公益广告的 他也不少地花钱的话 为市场多投入一些东西 然后做一些公益事件 很难 很累 不愿意做 太过于利益化 是利益让人家变得好 人与人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疏远 所以市场诚信道德 在利益的驱使下 诚信两个字 影响力会越来越小 但是这可能会 以后会建立一种心理市场秩序 但是我们不谈它 看目前现在 科大公司不卖相机 卖相机 同样做到社界的500强 这么一个奇迹 他是怎么 做啥子精神 第一个 啥子精神 一 技术傻瓜 曾经有一种广告 科大公司打这么一个广告 你只许按下快门 剩有的事情由我们来做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要把 他所有的思想 这么一个目标 就是把所有的人 把所有的消费者 培养成什么 摄影大师 你随时可以拍 随时可以拍 拍过之后的后面 你都不要问了 你只要会按快门 你就可以拍 你就可以成为摄影大师 你看 科大公司开发一种 全自动的照相机 构造非常简单 使用非常方便 无需测光追焦 王国瑜说 你只许按下看门 剩下的事由我们来做 这个就是我们把 首先什么 把市场 全部培养成什么 培养成摄影大师 然后这个时候 把相机价格定到最低 目的是什么 将大众教育 专业的摄影师 普及市场 先打开相机市场 这时候的目的是什么 我先把相机市场打开 相机市场打开 他这里面有啥子精神的话 你看 技术傻瓜 这是一个概念 另外的话 同时 他还有一个奉献精神 看 把大众培养成摄影师 奉献全社会 同时创造了什么 购买相机的潜在 大市场需求 奉献的越多 培养的摄影师越多 需要的相机越多 他同时生产相机 也越好卖 你看 风险精神是什么 就是把大众培养成摄影师 即便是不赚钱 他还是做了这么一个 做了这么一个件事情 公益事件 很低层美的这个价格 把大众培养成摄影师 奉献全社会 这里面的话 也体现出他的一个傻子精神 傻子精神 不为了赚钱 就是为了奉献社会 那我们再看下一步 他怎么做 精神二 行为傻瓜 我刚才说了 既然把大众培养成摄影师了 大众的话 立马对这个什么 对这个相机的需求量 立马增加 这个时候的话 科大相机的话 他又做了另外一件事情 技术上 我说技术上傻瓜 怎么傻瓜 行为上傻瓜 怎么傻瓜 他把自己的技术公开了 而且基本上没有 任何生产厂家 只要质量能保证 你就可以什么 来到我这个地方 把技术拿回去 把这个技术免费公开 结果的话 其他厂商纷纷生产这种照相机 照相机的目的有几个 第一个就是 市场有很大需求了 我先把这种需求满足了 然后我就可以赚一笔钱 是第一 第二就是 这种相机的话 只要它的外壳 我稍微包装一下 改造一下 一种新产品就出来了 我大规模推往这种相机 所以这种相机 这种技术的相机 一下子成为了一个世代潮流 全世界各地的话 都在用这种相机 销售这种相机 而且价格都不低 都不高 都不高 风险精神 在哪里 你看它怎么封现 把技术公开 增加相机的产量 满足大众的什么 低价格购买的需求 第一件事就是 把大众培上成摄像师 你只要会按快门就行了 第二就是什么 把技术公开 让其他厂商生产相机 去满足这些大众摄影师 创造了什么 这时候创造了什么 创造了什么 相机和充益产品的强大需求 这时候创相机越来越多了 相机和充益需求也越来越大了 怎么办 这时候它奉献技术面也越来越宽 谁都可以要 谁都 你只要差不多 你都给你 生产和卖出的这个低价 下滑相机也越来越多 需要配合的产品也越来越多 这时候 它培养市场需求 已经达到一个高峰了 这个时候怎么办 推而秋其次走第二步 随着相机的普及 胶卷 相机和充益服务 等市场也被打开了 这时候 柯达做了一个明智的选择 相机市场不做了 因为相机市场确实不赚钱 价格很低 怎么办 做什么 做相机和交卷 结果的话 它通过这种渠道运作的模式 一下子走到世界底 所以柯达相机 通过啥子精神 技术傻瓜和行为傻瓜 这两种啥子精神 把自己的产品 做到了世界500强这个高度 这就是很自然而然的事情 它有没有竞争 就卖相机来说 这种产品特别大 中国的话 现在有多少家 相机生产厂商 像温州广州一带 很多 太多了 这第一 我没有还不算国际上的品牌 如果国际上的品牌都算 那更多了 品种类型 我相信的话 光品种 现在就有什么 一千多种相机 只是在国内看到了 你到日本去看 更多 日本更多 就像以市场来说 肯定的 肯定的话 竞争非常激烈 但是为什么他做到了 他做到了一个 他做到了 后来自己市场 做到这么大 他实际上也是什么 通过培养一种 特殊的市场需求 然后的话 进行转型 规避竞争 来最后的话 来实现 赢得竞争这种手段和目的 所以客大相机的话 通过这种 不营销的方法 撒着点灯的精神 结果做到了什么 世界500强这个高度 我们再回顾一下 这个技巧性对抗的话 有那几个点 第一个点 技巧性竞争的方法 有三个方法 第一个是正面竞争 直接面对 第二个 至高竞争 选择一个 你的竞争对手 第三个的话 就是不营销策略 通过不营销 来超越竞争 技巧性的竞争方法 这里面的话 只要我们谈到一个气息 它的什么 一个企业 针对一个特殊的群体 如何运作 然后这个 至高竞争的话 我们谈了两个点 就是一个企业 怎么样针对什么 另外一个企业 就是单对单竞争 另外一个企业 如何针对什么 一个产业 或一个领域去竞争 通过这种 技巧性的方法运作 最后超越竞争 第三个就是 我刚才说了 不营销策略 不营销策略的话 有两个策略 一个就是广告运动 采取绿色运销的方法 让人家自然而然接受你 第二的话 下着点灯精神 用啥子精神 然后赢得市场 赢得消费者 来实现超越竞争 好 这一讲就到这里 大家休息一下